一波未平,一波又起,孙一航与何洛洛也遭遇到了危机,感觉逃生无望之后,何洛洛第一次对孙一航说出了心里的话,而另一头,方晟瑞举起了小铲子。 方晟瑞,你待在那里不要动,我们是就把你拉上来。 绳子,石一,绳子呢? 我,绳子放在背包里。 那背包呢? 背包还在上面。 大家搭配衣服都系在一起,赶快。 哦,好。 方晟瑞,我要丢了,抓住了。 我抓住了。 好,大家一起了,一,二。 李莫,衣服坏了,再拖。 看来不能再拖了,再拖大家就冻死了。 现在我们怎么办? 没办了,先去找出口吧。 陆陆,你说什么呢? 别冲动。 我的意思是,现在没有信号,只能先找到出口,拿到上面的绳子,再回来救方晟瑞。 随航,你要去哪里啊? 这里的洞挺多的,但很多都是死人。 我想,如果最终黄金列车真的是向这里的话,一定还有一个我们不知道的出口。 可是,真的就把方晟瑞一个人扔这儿,好吗? 不是说,这里有什么专吃人肉的脏东西吗? 我没事,你们快点出去,找绳子救我。 当然,要是有人愿意留下来陪我就更好了。 看吧,他是这样说的。 那谁留下,谁去找出口。 话说前面,找出口也不一定是百分百安全的。 你为什么会留下来?我以为会是洛洛的。 我一定是昨天晚上中了方晟瑞的鞋了。 唉,那你呢? 不知道。 我说头顶的两位,不要光顾着你们那样流添。 你带上我,我现在前面一堆七零八落的老祖宗,心里好害怕。 跟你交流还要靠喊啊。 万一大让他老人家亲秀怎么办啊? 对啊,那我现在是伤员好吗? 要优待。 我可从来没有见过如此中气十足的伤员。 话说,我和展颜文两个人已经留下来陪你算是优待了。 换做别人早就开心疯了。 喂,方晟瑞,你怎么不说话了呀? 方晟瑞,你没事吧? 我没事。 吓死我了,你在干嘛呀? 你这个家伙,你这个家伙在搞什么啊? 说。 那我就说了。 说。 可是你让我说的。 说。 为什么你们老是背着我捂黑? 啊,展颜文,方晟瑞的腿睡得不是很痛吗? 对啊,看来这个坡还不够高,真是可惜。 喂,喂,喂。 喂,喂,这不是开玩笑的吧? 怎么这么多老鼠啊? 真的好多,他们怎么都围乖了? 方晟瑞,你是不是带了什么零食在身上啊? 我没有啊,就我身上二两肉。 你们别过来,我昨天没记得不好吃的。 怎么办?他们好像对方晟瑞很感兴趣。 啊,啊,走开。 这里的老鼠已经是饿了很久了,看到活人就不好,难道野人堆里装吃人热的东西,指的就是这老鼠。 我需要迟疑他们回来。 来不及了,我去帮方晟瑞。 咱。 我也来帮忙。 方晟瑞,你怎么样? 有没有受伤? 林沫,你怎么上来了? 啊,吓死我了,差点就咬到我了。 这里,好几百只老鼠。 方晟瑞,快,扶着我的肩膀。 他们围上来了。 我们都往上。 别过来。 林沙,给你们,都给你们。 他,抓住地面啊。 我有抓,可是抓不住啊。 你们好了吗?林沙,快扔完了。 你这个笨蛋。 别管我了,林沫。 你和展英文快跑吧。 记得明年多丢点老鼠药起来,帮我报仇。 都这个时候让你说些什么呢? 这个波根本爬不上去。 听我说,林沫,我现在很稳定。 带着我们快点跑。 踩着我上去,你们还能跑得掉。 不然,我们一个都走不了。 方晟瑞。 文文,以后被欺负了,就去找孙一航。 这个家伙虽然腹黑了一点,心眼多了一点。 但是看在我的面子上,他一定会帮助你的。 你哪人来自信? 林沫,你在干什么? 回来,还不快上去。 什么都被说了。 现在,我们陪着你散黑,开心了吧? 是啊,我们三个人,一定可以先到他们来救我们的。 来呀,林沫,这些死老鼠。 说我是笨蛋,你们才是真的笨蛋。 展英文,小心。 还有完没完啊。 再加把劲。 露了他们,就快来了。 要是有火把就好了。 火? 点蜡烛啊。 如果蜡烛是灭或变色,说明里面的空气是浑测的。 如果燃烧正常,那么就说明空气质量没那么长。 方晟瑞。 大火器,大火器你烂到哪儿了? 在我口袋里。 快点给我,你这个白痴。 衣服,刚刚的衣服掉哪里了? 有了,有了,有了,有了。 有用,他们怕火。 林沫,快一点。 我知道了,我知道了。 林沫,这边,这边。 哈哈,你们这是该死的老鼠。 让你们想吃我。 走掉了,终于走掉了。 累死我了。 现在谁都不要和我说话,让我歇一会儿。 谢了,兄弟。 记得啊,欠我们两个皮肤啊。 还有我的两个。 你们看,前面,前面是铁轨。 这里又出现铁轨了。 看来,这里的路,比我们想象中的复杂多了。 这也算是一个好消息吧。 咱们继续往前走吧。 C行不是说过吗? 黄金电视的终点,又是另一个出口。 是啊,继续留在这儿,说不定那些老鼠一会儿回来。 发射卫,你的脚可以走吗? 发射卫? 黄金我来了。 啊,什么? 走吧,我忽然感觉不那么痛了。 咱们快点出发和洛洛他们会合吧。 救命,你来救救我吗? 忍不住了,这里,这里马上就要被淹没了。 怎么,怎么会这样? 未完待续。